不好的情況 這個情況就是 我自己把我的講義 把我的slide 放在我的sticker 我認為我已經放了 到這裡來看 我沒有放 所以今天呢 要清唱 清唱好啊 清唱好聽 原詞原味的 好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要談一些什麼事情呢 我們今天要談一些 教會在所謂的 帝國教會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是imperial church 那麼 自從軍事丹寧以後 我們今天要離開軍事丹寧 往下再走 差不多幾十年或者一百年 那麼 在這個中間呢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說 君士丹寧所建立的教會 它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成長 和變化 那麼我們要想到說 君士丹寧所建立的帝國教會 跟我們後來的天主教 比如說 跟我們後來的新教 這中間有很大的距離 那麼這個距離 慢慢是怎麼樣來的 那麼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用幾個人的故事 來說明 教會慢慢的增長和教會的改變 那麼在這個中間的時候呢 我要做三件事情 但三件事情呢 我有一件事要做得很仔細 但是另外呢 有幾件事情呢 我可能就 比較馬虎的講一下 我要講幾個人來代表這些事情 那麼我今天第一個要講的事情呢 接著我們上一次 我們上一次的時候講到說 最後一張slide是講到說 帝國教會 它第一個事情 就是要統一它的教義 對不對 所以在帝國教會的中間呢 我們就開始用所謂的concel 我們可以翻譯成大公會 或者是大會 或者是公會 都有這樣的翻譯 什麼叫做concel呢 我以前已經講過了 concel就是 這個 這個教會 基督教會中間的很多很多的主教 大家被邀請了一波多 在一個地方 在一個地方的時候呢 他們還決定在教義上 和行政上 很多重要的事情 當然我們知道說 這個帝國教會 就是在你剛剛把它做成的時候呢 它有許許多多的地方 它都需要建立起一些的規矩 它在教義上 必須要有統一 它在這個教會的行政上 也有很多很多的規矩 所以 主教們都要在一起 大家開會說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以前都講過說 這個教會在過去的時候 我們認為的權威就是使徒的傳承 也就是說 如果使徒這樣說過 跟他在一起的人說 我聽見他們的時候說過 我說的話就是正確的 那麼這是使徒傳承 這是教會在早期的時候 所謂早期教會的時候 唯一的權威 那麼這個權威我們還記得 這個特主良把這個道理把它發展出來 那麼很多的別人也是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們在這裡看見說 帝國教會裡面的時候 開始有第二個權威 這個第二個權威 就是大公會的權威 換句話說 大公會可以說 我們的bishop 我們大家都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對於這個教義有什麼樣的解釋 我們對於這個行政有什麼樣的規定 不一定要跟使徒的完全一樣 只要我們bishop在一起 當然我們bishop在一起討論的時候 我們還是以使徒當初教的事情為基礎 但是現在看了這個教會的權威 就多了一件東西 就是說很多的主教 若是在一起大家決定的事情 那教會就執行 這是這個權威慢慢的改變 那麼我們再往前走一千年到一千多年的時候 我們就看見說 很多主教在一起決定 到後來怎麼樣 變成一個主教決定的時候 那就是天主教的教皇 換句話說 教皇如果說了一件事情 他可以說 我說了這件事情 但是使徒沒有說 但是我說了 我有道理好 我看了聖經 我有聖靈的啟示 我以為不管是什麼道理 我講了以後 若是我講了 那就算了 這是教會的演變 在這裡的時候 在這裡的時候 大家不要忘了 我常說那句話 我上個禮拜不大高興說 怎麼有人說我 有人不太同意我的話 但是就說說 他說了一句話說 這是歷史 不是神學 那就好像歷史 隨便可以說 當然不是這樣 那麼現在呢 但是我們要知道說 我說完這個話 我一定要告訴你們說 這是歷史 不是神學 換句話說 並不是說 教皇這樣做就是對的 但是 教皇在教會中間 有這樣的一段時間 教皇說的話就算了 這個教皇是從許多的主教在一起 變成了只有一個主教 就是羅馬的主教 他就可以決定 這是慢慢的過程 那麼此乃後話 現在還沒到那個時間 我們再回到了第四世紀 公元三百多少年 三百多少年 那麼我要跟你們談 這個教會慢慢的演進 那麼我們拿演進的時候 我第一個 用第一段的時間呢 我就跟你們好好談一談 這個三位一體 這個神學的發展的過程 因為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那麼 這一個神學的過程中間 我不要留一個印象給你們 說是 好像我說過了 我記得我casually說過 我說 哎呀 這個 這個軍事餐廳 他還沒受刑 根本是一個還不知道信了沒有的人 他就主持這個大公會 那這個大公會的決定算是對的 還是錯的呢 但是我上個禮拜也告訴我們說 軍事餐廳主持 他是以他國王的身份說 我們要開一個會 但是到了要討論事情的時候 還是由主教來做這個主席 來討論 而且 我們知道說 主教還不是 在東方的那些主教 而是羅馬派的一個人 羅馬的主教自己沒有來 羅馬派老人來 這個人就能夠在這裡主持 所以 一切的時候我們就說 歷史是這樣的 但是歷史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們也說到歷史的時候 不一定是說 我們現在就要照哪一個歷史來做 這個我就把它稍微交代清楚一點 那麼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三位一體 這一個決定 這一個 三位一體的這一個 要講到有這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講到說 在那個時候 有一派的學說 那麼這一派的學說呢 是由一個人叫做Arias 今天很抱歉啊 我今天等一下的時候 班長 這個 不是 發的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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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我們有一本書 我們說 The Story of Churchill 這個 Gonzalez的書 我的大綱有的時候 是從那個書裡面 大致上我跟它相等的好 那麼從 十九章到二十二章 今天要講的東西吧 中間有很多的東西呢 我今天要講 又 又要講得快 今天又 這個 技術有問題 所以上不去這個 slide 那 我怎麼講 你們也不一定會 完全記得 而且你們中間 我也不知道你們 能夠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樣 大家有的是 先信了很久的 有人不是信了很久 有人中文很好 英文很好 都不一定 所以我今天講大概的事情呢 我希望說 我們 將來 一塊的 也許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中間 我們有一個summary 一個東西 能夠寫出來 要寫得跟 以前寫得一樣好 那麼要 把這個 都 差不多 都能夠 把它給大家 一個結論 能做到嗎 我們試試看 那麼 若是需要我跟你一起寫 也可以 但是若是你能夠 讓我不寫 那我高興死了 看看 看 我聽你這個講 講到 每次都聽了兩遍以上 很好 那我們就這樣交代了 要看著時間了 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 所以變成這樣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 我講歷史 三位一體在那時候 一定有人 不要三位一體 或者是有人不講三位一體 才會有人注意三位一體 如果是大家都講三位一體 就沒有什麼可以爭論 是不是 那麼三位一體 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的問題呢 分成幾個階段 不一樣的階段 我們慢慢的再來談 那麼在第一個階段裡面 就是有這樣一個人 叫做Arias 這個人呢 他說好 他說你看 神經裡面說 耶穌也很謙虛 耶穌很謙虛說 有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要天父告訴我的事情 我們得知道 比如說 什麼時候天父再來 我不知道 那麼很多的事情說 都是天父做主好 我就聽天父的話 這樣看起來 這個耶穌好像 祂是個很偉大的人 祂是個很偉大的先知 但是祂的身份是什麼 他身份是什麼 所以Arias就把耶穌擺在一個非常崇高的身份 很像很像 可能比現在回教擺摩罕摩德還稍微高一點 會叫什麼擺摩罕摩德啊 說 只有一位真神 這位真神就是阿拉 摩罕摩罕摩德是祂的大先知 換句話說 摩罕摩罕摩德說的話 是比別的先知都要多 就把摩罕摩罕摩德擺在大先知的地位 那麼耶穌呢 耶穌你不能把祂擺在大先知的地位 那時候已經有聖經了 耶穌福音怎麼說的 耶穌福音一開頭怎麼說 誰會說 派出有道 道成肉身 道就是上 你如果是你就說 耶穌就是大先知 你跟聖經一樣不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就要看 你們說話 所以 知道說 在那個時候 大家都在摸索的時候 你如果看我們從前講的那些 什麼歐里根啊 或者是 就是 Alexander Alexandria 這些人講的時候 他們也 有的時候講的 如果今天看起來 好像有一段眼光 大家在摸索的時候 大家都拿到聖經 然後在聖經裡面 慢慢地找 找到時候 阿瑞亞就說 說這個耶穌啊 我們要把他擺在上面 是文道的地方 他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樣 但是呢 他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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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什麼呢 他是 他是那個 所有的人他沒造以前 上帝先造的就是他 其他的東西 跟他 跟他一樣 這個 已經把他擺得很高了 穆罕默德沒有那麼高 對不對 他擺得很高 這個不可以的 因為 在約翰福音裡面 講的怎麼講的 道 與神同在 道 就是 就是神 很多很多的 現在的有一些異端 他們要改 聖經的時候 一定改 什麼 約翰福音 第一章 為什麼 道理 他們若是要把 耶穌的地位降低的時候 他們第一件事 就是要改約耶穌 的 然後 譬如說 譬如說 憶化建成會 他們就說 哎呀 你們都搞錯了 你們這些 那本聖經啊 已經被人家 我曉得修改了多少次了 我告訴你 聖經開頭是怎麼樣的 是怎麼樣的 in the beginning 在beginning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那個神是多數 這就是 一看 就知道是異端的 所以我們要分辨異端的事情 我們必須要分辨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 主耶穌的神性 主耶穌神性 為什麼重要 你們為什麼信耶穌 你們信耶穌 是因為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能夠用包袭洗淨我們的罪 讓我們能夠在上帝的面前 免了 所有的懲罰 若是耶穌是一個被召者 他的學友沒有這樣的功效 他能不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都很有問題 是不是 所以在這個地方 是在基督教會裡面 當時在第四世紀的時候 也是一樣 大家都對於這件事情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把守的 把關的地方 阿瑞亞怎麼說 阿瑞亞說 對 你們都對 他呢 他是 他是 他是跟神啊 最親近的 就說 沒有別的一樣 連造物 在造物之前 他就有了 但是呢 他還是造的 還是上帝造的 他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保持 亞伯拉罕的傳統 亞伯拉的傳統怎麼說啊 說 只有一個神 因為 若是我們說 耶穌也是神 聖靈也是神 不小心 我們會有另外一個錯誤 另外一個錯誤是什麼 就是我們有三個神 對不對 因為一個神是 父神 一個神是 兒子 一個神是聖靈 那就變成三個神 所以現在搞不清的就是 這個到底有幾個神 這個神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 我今天不是講神學的 神學有神學的教授來講 你們有別的課 你會講神學 在歷史上說 這是一個必爭之地 必須要爭的事情 那麼 我們就講 開始有這樣的爭論 是因為有 Arius這個人 他有這樣的一個理論 在這個理論之下 別人非要爭不可 但是在爭的過程 我們要爭取在真的過程 上上下下 吸氣勃勃 一共有很多很多年 從 我們講了 你們今天都沒有slide 所以要看我的記性了 哪一年 軍事團體統一羅馬呀 三二四 三二四 對不對 三二四 哪一年開 第一次的 你是一樣 三二五 記不記得 所以一下子 統一了這個帝國以後 一些非常要緊的事情 軍事團體就說 我統一了這個帝國了 我從現在起 我建立一個帝國教會 我的帝國教會 它裏面的真理 必須要搞得清楚 所以他就在一起搞這個事情 那麼 那一次的會議 就建立了所謂的 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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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經 就是 乃信 那就建立了說 究竟耶穌是誰 三位一體的神是什麼樣子 甚至於聖靈也說了幾句話 但你從他中間的這個長短 和他講的話 就知道說 大家最重要的一個注意力 那個時候 還對聖靈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還沒有零恩派 所以大家 這不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大家 沒說很多話 但是對於耶穌 這個聖子究竟是什麼 說了很多很多 尼西亞信條裡面 天父 父神只有一條 聖靈一條 但是 後面還有教會的規矩 那一點點東西 中間有一大堆東西 就是講這個子是什麼 耶穌是什麼 這個我們就知道了 好 把神學講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要講說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啊 非常非常的坎坷 君士登領 做了主席以後 他也沒什麼經驗 他也沒受洗 他也不太懂 那麼他就說 你們就討論吧 討論完了 我的目的就是說 你們給我一個答案 說這個是怎麼樣 好 那些主家就開始討論了 那中間的過程 非常非常的精彩 有的人認為他一定會贏 但是後來沒有贏 有的人認為他要輸的 他也沒輸 後來大家因為 都是開會是這樣 在開會很多的這種會議 你在開會以前不知道 誰會贏誰會輸 到了很多地方的時候 開會 跟當時的情緒是非常有關係 那麼就是因為阿倫派的一個主教 他presentation沒有做好 他太神奇了 我就怎麼樣 我有很多的這個反感和反應 那麼結果就把尼西亞信條 就在那個上面就決定了 但是 君士登領呢 說很好啊 我這個帝國 我就要叫他變成基督教的國家 現在我的教會就是這樣一個教育 我的教藝 我的信條是這樣 我很高興啊 沒事 但是 那個書的人 還不服氣了 那個書的人 等到後來你寫出來 要寫出來 那個人叫做 Eusebius 有兩個Eusebius 這個不是凱撒烈的 Eusebius 這個人是 Nicodemia的 Eusebius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 跑了這些 他只是不小心啊 沒做好 所以一下子在那裡 開會不成功 開會不成功 雖然沒有做好 他知道有別的辦法 他就去 這個活動這個軍事餐廳 所以 君士登頂在他一生中間 到後來的時候 君士登頂就說了 到底他們開會是幹嘛呀 我啊也不來聽聽而已了 我只是說 我是皇帝 我就做會 到底他們開了什麼會呢 那個 那個 主教叫做 Eusebius 就說 不得了不得了 他們開的這個會不對呀 你看看 然後他就用很厲害的方法 所以君士登頂 他一生中間 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Aria 都是Aria 那 Aria 他就是Aria 的形容詞 Aria 派 所以君士登頂到死的時候 還是 立場 立場的不堅定 所以 尼西亞在325年 是不是啊 325年 開完這個會後 並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 反而變成 在 教法的中間 就變成了顯著的有兩派 這兩派 不但是在教義上爭論 而且在 地位 權利 和 其他的各樣的事情上 也常常在那裡較勁 他們較勁的時候 都知道說 既然是帝國教會 皇帝的想法非常重要 所以 在後面的幾個皇帝的主間 也是 有的人是 R 有的人 是 就是 我們叫做 這個 尼西亞派 或者是 R 派 這個逐漸 我們就把三位議題的事情 跟我們來談完 我們在三位議題的事情 談完以後 我們就說 對教會在怎麼樣發展 我們現在要慢慢的要談到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我們都知道說到最後的時候 在大概 九月十月的時候 我們就會 慢慢走進了 這個西方的天主教 走進了教皇時代 講到了教皇時代 就知道說 教皇 我稍微在賓出大選手 好像提過 就是說 教皇 跟 那個 政治上的皇帝 中間 到那個時候 有很多的教 就是比較 比較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 我提的 怎麼提的呢 我記得 就叫做 酋長跟祭司 到底是誰大 桑莫爾跟 那個 扫羅勒奪 這個是誰大 我都提過這個 這樣的講法 那麼這樣的事情 是必然有 因為 一個是 在地上的 temporal 的power 就是地上的 政權 一個是 在天上的政權 或者是說 真正的 就是說 神權和王權 中間的 神權和軍權 中間的 一些的真正事 一定有 中間的 只要你有 一個 一個 一個地方 它是有 兩種權力的時候 它一定有 軍權和聖權 這是一定的 所以 為什麼 回教 為什麼回教 它是 兩個權力放在一起 換句話說 為什麼回教 它知道這個問題了以後 為什麼回教 它是 基本上 它是 一個 卡利法 卡利法是什麼呢 卡利法是 它是 繼承人類 什麼叫做卡利法呢 就是 我是繼承 摩罕默德 摩罕默德 是祭司還是君王 所以 在一個 卡利法 就像 ISIS 卡利法 這樣的 祖宗裡面 這個王權 或者是 政權 和 神權 摆在一起 那 你從 Modern的眼光來看的話 都說 哎呀 這是一個 專制的 恐怖分子 是它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但是 這是回教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理 非常重要的原理 就是說 我們的 國家 是神權的國家 換句話說 當初 百姓要立王 立 不珍惜 所以 到最後的時候 就立了一個王 中教 你必須要知道 它的來源 是 你才對於 今天的國際的情況 或者是政治 或者是教宗教 才有一個真正的了解 到底 他們為什麼這樣做 他們的根據是什麼 非常重要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看見說 慢慢的 主教的權利 就越來越大了 為什麼呢 主教 如果做得好怎麼樣 很厲害的 黃帝 大部分都是怎麼樣 黃帝不能隨便出來的 出來就給人家殺掉了 對不對 黃帝是 在 住在宮殿 主教是幹嘛呀 主教每個禮拜都講道啊 去 到你家訪問啊 這個牧師是很popular的 對不對 牧師跟 市長來比較 現在的市長當然 非常非常親民 因為他們親民的選不上 過去的君王他不是這樣 所以 這個很快的 在幾十年的中間 主教的地位 就慢慢往前升了 往上升了 主教到了一個時期 他 雖然沒有兵 但是 他有所謂的 moral的 這個 權力 這個 力量 就是說 他講的話 因為他講的話 都是代表神的 所以他說的話 當然 百姓們都聽啊 因為百姓們都要聽神的話呀 所以 在這個整個的這個 過程中間 我們就看一下說 幾十年過去的時候 那就 還變很多了 我 我上個禮拜 兩個禮拜以前我講過說 如果說你不喜歡教會的時候 你有兩個辦法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出家 一個呢 一個是造反 一個是造反 就記得 有人 聽了 不高興 不是說不高興 還可以再說得好一點 要不然的話 你如果是這樣說 我們這個聖神教會 有沒有大家不高興的時候 有 有 那余老師你來 究竟 教大家出家呢 還是教大家造反 所以今天呢 要講幾個 把那個沖淡的話 但是也很重要 你想想看 我們就先講說 那我們上次已經稍微講到過一點 就是說 修道主義 在開始的時候 是個人修道 就像和尚或者是修道一樣 但是 和尚修道 到最後 我們講佛教的話 就比較 不會有嫌疑了 所以我講佛教 我講佛教 很漂亮 佛教 佛教 他 他要 他要修行 他要修行 他修行就是出家 然後做的 阿瑪佛法 你都這樣 他對世界有沒有貢獻 他沒有什麼貢獻 他為了什麼 都是為了自己 我們說的不客氣點 他實在是 進身從 對不對 他對社會一點貢獻 都沒有 現在 佛教 當然這個東西很複雜 對我 I'm very naive 其實 I'm not naive 慈濟的話 怎麼樣 他就不是這樣的 對不對 他就是說 我們 如果是 要做 修行 或者是要做 的話 我們如果是 真的虔誠的話 我們應該去社會 所以慈濟就做很多 社會的事情 實際的那個 大使 教授的名字 聖什麼 聖 聖言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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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可以這樣講 他當年小的時候 出家說的 也就是 誰知道他怎麼出家 男朋友沒有 還是怎麼樣 反正他是這樣出家 但他出家以後 他慢慢的想通了 他怎麼樣 他沒有 社會中間 社會中間 Again 我不是說他很好 也不是說他很壞 我們來看看這樣 那在基督教中間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基督教也是有同樣的事情 比如說 大家 在開頭的時候 就到埃及的沙漠中間 到西內半島 你們有沒有去過西內半島的 有沒有 應該有 沒有啊 西內半島 又熱又 都是石頭 什麼都沒有 在那裡修行很辛苦 辛苦了以後 再過了幾年 原來的什麼 男朋友女朋友 現在可能都 人家都有四個孩子 還想他幹嘛 那 後來 就想想看 我一輩子在這裡 所以 開始就有人 從這裡想到說 我在修道院裡面 還要做一些事情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要做對你們 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 修道院是這樣出來的 這個 一說了以後 就把我剛才那個話 我這個 上一次講的時候 這個 對你們可能有不好印象的 這個 就講 就 就挽回了 對不對 你們也是一樣 你們若是 對教會的話 要有積極的想法 要有積極的 說法 不能夠主天 就是在那裡 消極的 不是造反 就是出家了 這個 好 好 錄錄音 那 我們現在就講說 然後 在這個 整個的 這一段的時間裡面 就開始 有一些人 是修道院開始的 那 就是修道的人 過了 那 我今天 只講兩個人 第一個人呢 他的名字叫做 Ba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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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l這個人 很 很 他這個 一生啊 非常非常的 他的故事 非常的 傳奇 為什麼 Basil這個人 身體又弱 又沒什麼 大事 但是 他在家裡啊 有一個很 厲害的姐姐 他的姐姐 若是男生的話 不得了 不得了 即使他是女生的話 也還是很不得了 怎麼樣呢 他一天看見這個弟弟說 你這個弟弟 我看你要整天坐著胡思亂想 看身體又不好 自己 你的depression 你在這裡幹什麼呀 你活著幹嘛呀 今天 我給你看一節聖經 你給我想想看 你到底是你這輩子要幹什麼 就這麼一句話 他就把這個弟弟 一下子一棒打醒 他弟弟就說 我要奉獻我自己 為上帝做事 他就去修行 他姐姐說 我既然 叫你這樣做 我一定 不會 放棄你 你知道你是一個什麼樣性格的人 我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 你要是去到哪裡去的話 我跟你一起去 所以 巴首到了曠野去的時候 他的姐姐也去 他們就建立了兩個修道員 一個是男的 一個是女的 一個是他姐姐的修道員 一個是他的修道員 後來就來了很多很多的人 就在那裡變成了 一個修道員 一個中信 然後修道的人 很多人 他說就不是很有名的人了 都是姐姐的功勞 你們如果是有弟弟的話 能夠把弟弟變成這樣的人 你們的功勞 功德無量 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鼓勵別的人 他鼓勵了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很聰明 所以經過了姐姐的鼓勵 然後姐姐又給他很大的支持 那麼到了後來的時候 他把他弟弟也叫來了 他的弟弟叫Gregory 那麼 都叫來了 然後他又認識了一些朋友 所以 在整個的他的那個修道員的附近 有四個人 他姐姐 他的弟弟 他的朋友 還有他四個人 這就叫做卡帕多西亞的四節 卡帕多西亞的四個father 這個英文不叫四節 英文叫father 卡帕多西亞的father 卡帕多西亞的father 發展了神學上的很多的事情 所以多半呢 還把他都選 反而因為他們是修道士 所以他們多半是神力主義 怎麼跟上帝親密的交通 我常常講的像江秀琴 跟神有特別的交通 為什麼 他們中間真正的領導是誰啊 姐姐嗎 江秀琴 對不對 所以 他們是後來很多神秘派的人 非常開始 最早 但是 在神秘派的同時 他們也 激若 改變人家的生命 我們現在用現代的來看 他們是 在外面做宣道的工作 宣道是為什麼呢 記不記得我一次把海外校園的能力寫出 是 要 海外校園說 我們出去宣道 是要 能夠建立 以基督為中心的世界觀 價值觀 和生活方式 記不記得我說這話 所以這個也是 卡帕多西亞的這些father 都成功了做了這件事 他們怎麼做法呢 他們到外面去 就到了外面去 召集了在當地的 By the way 卡帕多西亞在哪裡 在土耳其 在土耳其 這個卡帕多西亞到現在的時候 我們還到卡帕多西亞去 而且在那個附近也有修道院 但是最重要的是那個地方有很多石頭洞 石頭洞 石頭洞是幹什麼的呢 是當有逼迫的時候 那些被逼迫的人就跑到那個洞裡面去 所以那是很重要的地方 卡帕多西亞是 在土耳其是一個很偏僻的 但是很游覽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的地方 卡帕多西亞 在卡帕多西亞的時候 這個巴索在卡帕多西亞待了四年而已 民生打造 這個民生非常的響亮 到後來的時候 這個 大家都知道他們以後 正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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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加利亞 我們 凱撒利亞 Cesarea 當我們講凱撒利亞 什麼人of凱撒利亞 什麼人of凱撒利亞 在第四世紀的時候 我們講的不是聖地的凱撒利亞 我們講的是土耳其的一個地方 叫做凱撒利亞 我今年 我去 今年 我還去瀏覽的時候 我也經過了凱撒利亞 那麼 凱撒利亞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的主教 自己不太老了 就去把巴索請過來 所以這個巴索 就到了凱撒利亞 我們不講他的 很多的別的事情 我們只要講到說 他 一個本來修道的 他回去了以後 到不久以後 他就變成了凱撒利亞的主教 我們做了凱撒利亞的主教以後 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一方面 他還是做那些 改變人生命的事情 第二個 他做的事情 就是 這個 跟這個阿瑞 沒完沒了 他是一個護教人 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麼 我們 講到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說 皇帝很多都是阿瑞 這個 各樣的事情 都 都是 這個 我們講這個 Nicene Creed 就是 尼西亞信條 也不是大家賭從你 到最後的時候 到底憑什麼 尼西亞的信條 勝過了阿瑞呢 那 就是 這些人 尤其是 這些主教們 這些人 在那裡 保持 慰真理 奮鬥的一些主教們 那 巴索是中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那麼 這個巴索的 detail 我想 嗯 跟我 我們下個禮拜的時候 或者下兩個禮拜以後 我們寫完了以後 叫做 這是第一件事 那麼第二件事情呢 我們就講到另外一個人 我們在講到這個時候 大家要注意到這個羅馬帝國的情況 這個時候已經是公年的三百 從三百四十幾年到三百八十幾年快要 就是第四世紀的下半 到第五世紀 馬上羅馬就被散了 就是 戈德人就打進了羅馬 然後到四七六年的時候 就把羅馬的皇帝都抓去了 這是什麼 這是日耳曼民族快要進來了 整個羅馬的過去的 我們現在講了半天 什麼敵國教會 什麼什麼什麼 在東邊 就變成了拜三廳 在西邊呢 就沒有了 西羅馬呢 就到最後的時候 他的整個的次序都沒有了 所以 我們在這個時候 是最後的一段時間 就是 大亂快要來的以前 在大家裡面 在大亂快要來的以前 最重要的一個先知 或者最重要的一個教會 你們說是水 還不是我剛才講的那些人 你們應該知道的 你們自己想想看應該是水 奧古斯丁 哪一個 奧古斯丁 你看 班長就是班長 下個禮拜 我就講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臨死的時候 他已經聽見炮聲了 Hippo已經快要變成 已經 你們有一句話叫 Vandalism 你們知道吧 Vandalism Vandalism 什麼意思啊 我跑到你家裡去了 把你打得亂七八糟 Vandalism從哪裡來的 這句話從哪裡來的 就是Vandal來了 就是Vandal來了 Vandal是什麼 Vandal是一個野蠻民族 那就是Vandal Vandalism就是Vandal人來了 就好像我們講黃禍 就是英國人來了 一樣 Van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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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原來是從哪個地獄來的 Vandal 我下一次或者下兩次 就要開始跟你們講Vandal 你一看Vandal的話 你就笑死了 你就說 哎呀我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 Vandal呢 Vandal就像太平天國一樣 到處亂串 流寇 你從哪裡來呢 當然他原來的時候 從北邊來的嘛 野蠻民族都是從北邊來的 羅馬 羅馬帝國已經都擋起來了 甚至就造起牆來了 跟中國一樣 擋起來了 外面什麼 五湖亂滑了 五湖亂滑了 五湖就進來了 說Vandal從哪裡來的 開頭的書是從北邊來的 但是他後來住到哪裡去了呢 不曉得了 因為他到處亂串 他是流寇 但是這個流寇 到最後的時候 他在哪裡安家呢 在北非安家 在北非安家 他可以從這個意大利半島 呼呼呼 打下來打下來 然後在西西里島 這麼中了船 崩崩崩崩就到了北非 所以皮特巴拉把北非都打下來了 然後又亂吵 亂跑 然後人家打他 他就有的所謂太平天國一樣的 你不要以為泰國 太平天國有那麼多的領土 或有那麼多的 ISIS一樣 ISIS到現在也不過幾千人而已 這麼大的力量 因為他亂串 亂串 所以 你得問題就是說 他什麼 他在北邊來的 他現在是在哪裡呢 他後來在哪裡呢 他是vando 什麼叫vando 就是他是vando 他是亂搞的人 你到了一個地方 把人的玻璃打破了 把人家的東西都搶掉 這就叫vando 這就是vando 這個英文 你要知道歷史 你這個英文很多的 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你walk the extra mile 什麼意思 八太福音第六章 第五章 這個Christian Bible 教會歷史 這個七章歷史 跟你的英文很有關係 你知道了 以後你就會進步很多 好 我第二個人要講到呢 就是 講到了 對於奧古斯丁最有影響的一個人 奧古斯丁的真正的conversion 是在什麼地方啊 頒獎 他應該在羅馬 是在羅馬 他在羅馬嗎 他的家鄉是在哪裡 所以不能過來到羅馬去 然後來到羅馬去嗎 好 但是他的conversion the garden of Milan 里蘭 里蘭的公園 是他conversion的地方 他忽然一下 念了一節保羅的聖經啊 感動得不得了 從此就改變了 那 這個保羅的聖經啊 都是靠聖靈的 因為保羅的聖經 我看了很多遍了我也不感動 聖靈不在的時候也不感動 但是他聽到了就感動 但是奧古斯丁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也許你們也有 就是 我懂 我的信仰是 耶穌基督為我 定時講 我的信仰是 我要左臉右臉 這個 一步兩步 一里兩路 兩里路 我要不要論斷 我要怎麼樣 耶穌說的話我都懂了 我也知道說我要 教會很重要 這都是保羅的話 我也懂了 這個 新約我很容易 舊約我不容易 舊約裏面叫我把監獄人打死 我知道我戈壁就有人監獄 我是不是 打塊石頭就要打死 今天 即使是這個人 殺了人 還有 我們的文化還說 不准有死刑 因為死刑不好 這個對還是不對啊 很難講嘛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文化 那 奧古斯丁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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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就業我還要他幹嘛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問題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你們訓練很好 但是 你可以有這個問題 奧古斯丁小年輕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 想 而且 他嘗試各樣的禁教 他原來不是基督教 他媽媽是基督教 他小的時候 他媽媽說 我將來把你奉獻給上帝 他大了以後 他自己也是他自己想的 他是一個 跟很多你們中間的人一樣 自己有想法的人 不是一個媽媽說了就算了 那麼 奧古斯丁對於 舊約 問題的解答 就是聽了 在米蘭這個地方 聽了 一個主教 他的名字叫 Ambrose 這個主教 我們現在講 米蘭在什麼地方啊 你們說歌劇院 米蘭在哪裡啊 義大利的 哪裡 啊 義大利的 哪裡 羅馬在這裡 羅馬在這裡 下面是什麼 下面在岸邊 有一個 這個 唱歌的時候怎麼唱法 哈 那個是什麼地方啊 那個地方 米蘭在哪裡啊 摩蘇利尼 是義大利的獨裁者 他到了最後要崩潰的時候 就往北逃要上 逃到德國去 那經過了阿普斯山之下的時候 被抓到了以後 就抓到了 米蘭這個地方 就跑了 那米蘭在哪裡啊 那米蘭在哪裡啊 意大利的北邊 意大利的北邊 OK 那 已經到了羅馬帝國 比較邊緣的地方 米蘭 米蘭在西羅馬還是東羅馬 西羅馬 對不對 我們看過兩個皇帝怎麼分的 土耳其啊 埃及啊 東羅馬 西羅馬是 英國啊 哥德啊 哥德啊 哥德就是現在法國啊 然後 在下面那個時候 西班牙呀 這個 這個 意大利 最重要的是意大利 這個是西羅馬的地方 所以 米蘭 Ambrose A-M-B-R-O-S-E Ambrose 這也是文會寫的哈 Ambrose of Milan 這奧古斯丁一聽 Ambrose講道 問題就沒有了 Ambrose講道的時候 用就業講道 你知道說 講道哈 我們現在也知道說 我們在講道的時候 講到就業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就業上面 講什麼我們就怎麼行啊 也不是嘛 對不對 我們說這是一個 simple 我們說這個 所以說 就業的時候有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過鴻海是一件事情 這過鴻海這件事情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啊 過鴻海是猶太人的事情 跟我這個義大利人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 我們知道說 過鴻海代表我們 我們就講了很多過鴻海的時候 我們是代表了我們人生中間 生命的一些的改變 過月旦和 對於生命中間的一些改變 這些所謂很象徵性的 一種解經法 這個就是 米蘭的 Ambrose 他用這樣的解經了以後 奧古斯丁一聽以後 他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了 他說 這個 這個基督 我媽媽的這個基督教 我可以回來相信 我可以回來相信 也就是 Ambrose講道很厲害 Ambrose講道很厲害 但今天我們不要講 Ambrose講道的事情 我們講 Ambrose在那個時候 今天因為我沒有slide的關係 所以講到你們也聽不清楚 我就講 Ambrose做了什麼事情 Ambrose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已經可以跟皇帝在那裡對抗 換句話說 皇帝要做什麼事呢 他那個時候的皇帝是一個Arian的皇帝 那麼Arian的皇帝呢 就說 這個Ambrose 我今天 我要 把這個 這個 對嗎 不對 對不起 我講錯了 因為沒有slide 這個 Ambrose我就講這樣好了 Ambrose在那個時候 他已經可以跟皇帝對抗 我們要講到的就是說 我們若是看歷史的時候 就知道說 在那個時候 一個主教 已經可以不聽皇帝的話了 我們知道說 那個 他們在爭論的事情就是 關於恍顧 這個 這個教材的事情 那皇帝想要 沒收一些的教材的事情 那Ambrose說 我一定不幹 到後來的時候 皇帝對他沒有辦法 那麼 因為皇帝對他沒有辦法 我們從歷史家的角度看 就知道說 在那個時候 一個主教 他已經有很大的 一個權威了 我要問職一句話 就是說 他哪裡來的權威啊 皇帝派幾個兵來 就把他抓走 史達林說 教皇有幾個詩啊 記不記得史達林的號 史達林說 我派了兵來 就把他帶走 我有什麼權利 那Ambrose的權利從哪裡來的 就是因為有奧古斯丁這樣的人 就是有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聽了他的講道了 聽了他以後 你知道說 你們有沒有在一個教會裡面 一個很好 講道很好的牧師 你們有沒有帶過這樣的教會 有沒有 那很多現在大的教會啊 也許流通的教會就是一個例子吧 大家對於牧師非常非常高興 所以這一個牧師他就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有什麼樣的影響力呢 他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就是能夠 他能夠在那個時候 他說了話了以後 若是你皇帝來 派了兵來的時候 老北京要在下面會造反 所以Ambrose他的力量 是從下面人民的力量來的 他怎麼會有容忍力 我們就知道說 宗教的力量非常大的 你給一個牧師 他在這個你的community裡面 給他一年 你們都知道說 一個教會啊 不是你們教會啊 雖然你們教會 這樣子 若是一個教會裡面 他有一個牧師 然後過了兩天不喜歡有牧師 要趕牧師了對不對 要趕牧師的時候 若是你第一個禮拜 要去趕這個牧師很容易 你經過了 不要說一年了 很短的時間 你要趕這個牧師就很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牧師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牧師天天跟你講道 天天跟你探訪 天天跟你在一起 天天跟你的生活有關係 所以牧師對你有影響力 Ambrose也是這樣 所以只是在 我們就可以從歷史上的觀察 他就知道說 一個主教在一個地方 他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他就很大很大的天相 即使是羅馬的皇帝 若是想要動他的時候 也要顧及到這些事情 Ambrose是一個非常狠的一個人 或者說 他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 所以說 他對羅馬皇帝 他就不讓 他不讓的結果是怎麼樣 羅馬皇帝還要親手 到他地方去 Ambrose可以做的事情 以後 我們在 以後到了中世紀的時候 就發現說有很多人在來做的事情 就是 羅馬如果是一個 是一個皇帝 跟一個主教或者一個教皇 中間起衝突的話 教皇用什麼辦法對付他 教皇怎麼對付他 Excommunicate 很簡單嘛 把他Excommunicate 他沒有兵門 那好 皇帝對於主教 他有什麼辦法 兵門 我派兵門 就是這樣 所以以後的時候 你們這樣的故事 會連連的出現 比如說 親教徒在英國 這個 若是你不聽話 不聽話怎麼樣 親教徒就派兵了 親教徒派兵 到了國會 就把國會一下子解散 世界上的人 都是這樣 反正我把你解散了 又怎麼樣 但是 若是你解散的時候 發現說有一萬個人在那裡 拿著 拿著棍子在那等你 這個主教的影響 你就知道了 若是你沒有這個本事 來對付這個主教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 你那個時候 對於宗教耶穌 半信半不信 Excommunicate 不得了啊 我將來 說不定啊 上不了天堂啊 那這個很嚴重啊 所以皇帝有的時候 到了時候 沒辦法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的時候 他要跪著來求這個主教 那這個 歷史 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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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有很多次這樣的歷史 但我們到了時候 再慢慢地看 但第一次 就是安博士 他果然把這個皇帝 Excommunicate 以後 這個 皇帝還怕得不得了 還要回來求他 那我們就想到說 你看 教會被逼迫 一直到教會 教會被逼迫 到米蘭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其實米蘭已經 我們以前提到過了 米蘭的這個 這個宣言 就是說米蘭說 從此不 對付了 從此不 從此不再 用這個方式了 從此不再 逼迫基督徒了 是什麼時候 312年吧 311年 311年 312年就開始打仗 313年 312年就是 這個 軍事戰爭打敗了羅馬 是不是 好 那麼我們 再講最後的一個人 我知道說 今天講到你們都有點 摸不到了 因為有slide 非常對不起你們 所以我們要補償 那麼 我們最後再講到一個 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呢 他 中文的翻譯 很有意思 他的 英文名字叫 John Chrysostom John Chrysostom C-H-R-Y-S-O-C-R-Y-S-O-C-R-Y-S-O-T-O-M 去找他 去找他 你就知道 我們也會給人家的 那 這個 Chrysostom 他的名字啊 跟 Ambrose 一樣的響亮 他的名字叫什麼呢 他的名字 中文翻了 叫做 金口約翰 金口約翰 什麼意思呢 他叫 Gold Mouth John the Gold Mouth 為什麼道理 一開口啊 大家就 聽了就高興 他是個非常會講道的人 金口約翰 金口約翰做什麼事呢 金口約翰呢 他也是一樣的 跟那個經理 很多的跟經理一樣 先去做修道 是後來被徵招 徵招了以後呢 他不想做 但是人家非要他做 他就做了主教 做主教以後 他很會講道 然後就把自己 他講道的時候呢 就把大家的人生 這個價值觀什麼 這個世界觀價值觀都變了哈 那麼因為這樣的變的關係呢 所以大家對他非常尊敬 於是後 他就靠這個尊敬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跟皇帝相對了 他跟皇帝相對了以後 但是 長話等說 因為現在已經時間到了 長話等說 金口約翰 在羅馬帝國的東邊 他最後的下場非常非常激情 他最後一次的時候 是被充軍了以後 到了一個地方 把他已經充軍 已經充到高科斯 就是泥海附近 就是已經到了羅馬帝國的邊界了 再過去沒有了 阿曼尼亞 阿曼尼亞 亞曼尼亞 阿曼尼亞 阿曼尼亞 在這裡還不夠 還要把你充到更冷的地方去 然後那個地方 山上了什麼 就把他活活的就在半路上就死掉 那個靈哲學 充軍 一樣的到位 我們要知道的是什麼 我們要知道的是說 這個 Ambrose of the land 跟這個 金口約翰 這兩個人 情況是一樣的 他都有 人民的支持 他都有 很好的聲譽 他都很會講道 他都這樣子 但是他們兩個人為什麼最後的結果是那麼不同的 我們有 歷史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是歷史家 中間的很大多數的人 對於這件事情呢 他的想法是這樣 他的想法是說 因為在那個時候 因為在那個時候 西羅馬 已經在那裡分解了 東羅馬 還以後有一千年的歷史 就是拜登廷王參與 所以 你若是生在西羅馬 米蘭 在義大利 你就可以 這個 主教的位子就非常的高 這個 皇帝對你沒有辦法 但是你若在東羅馬 你就沒有那麼大的力量 所以說 我們現在講的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後來的一千年中間 Orthodox 就是希臘政教 就在東羅馬繼續地生存 那麼Orthodox 永遠是 比皇帝要小一點 皇帝能夠控制Orthodox 但是在西邊的時候 皇帝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 或者是 這個每個城邦的城主 都不能夠控制主教 基督教在西方就變成了一個 非常權力很大的 那就是我們後來的天主教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整個的演進過程 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時候 到了下一次的時候 我們就要聽到隆隆的炮聲了 這個整個的 這個羅馬帝國的西邊 就要瓦解了 我們地圖祷告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看見 你給我們 從歷史上知道說 你一支 每一步都帶領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在帶領的過程中間 有多多少少人的作為 你就是這樣一個奇妙的神 你讓我們 就在這樣一個 複雜的狀況的中間 一步一步的能夠知道你 你到今天 我們感謝你 你給我們的救恩 是這麼的完全 你給我們的恩典 是這麼的多 但願祝你自己的恩惠 常與我們存在 我們也是基督的臉 好的 今天算非常失敗的樣子 沒有啊 也是像講故事 很好聽 沒有smile 而且沒有note 還可以這樣講 很好聽 很好聽 厲害 那我接好 謝謝 謝謝